字幕作词 李宗盛 Verguson 抵抗了五七童花在他的某柱 Verguson 這裡是七中了一個體隊 可是我們的 Leon 也不會太差 他有一個卡順 一個Nats卡順 那其實這邊 Verguson 用七配要繼續玩的話 其實也沒那麼好玩 雖然他現在是領先的 可是因為他是最小的對手 上面也有這麼多的連排 那他並不是一個這麼好 需要繼續進行的一個手牌 如果他是七九或是七勾之類 可以多一個卡順的機會 我相信他會比較樂意進行 繼續下去 面對手有一個激進的形象 而且下的柱馬並不是說太輕 變成是說他在沒位置的狀況之下 他會付出很多代價繼續玩這一把牌 選擇加注 也是檢測到 加注到十一萬二 他也是檢測到對手在這裡 他手牌 開始質量可能並不是很高 而對手在進攻的時候 是有一些很多的像這樣子沒有擊中的一些卡順 可是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他是一個非常黏的玩家 就是你的牌沒有成牌的時候 你這樣去打他 其實在沒位置的狀況之下很煩的啦 不好處理 真的很煩 好一張 repeated十 很像擊中了 Voxand的範圍 在翻牌進行一個過牌加注 選擇過牌 選擇過牌 那我們現在的底池已經來到了三十萬 那Vorgerson後面也只有三十萬 那我們這邊 我們的Leon 會不會來做一個偷襲呢 現在PART是 三十萬 他下注了九萬 這是我說會遭遇到的狀況 就是 在你選擇一個比較弱的一個牌去 race一個很黏的人 那你在沒位置的狀況之下 你後面的決定會變得 好艱難喔 變得很難打 這裡真的好難打 面對 抵對面對一個這樣子的一個下注 又沒有位置 對手跟住了flop的Race 在轉牌 繼續選擇 在前置會過牌之後 繼續打 重點是現在底池被搞得太大了 像是 現在已經要四十萬的底池了 對 他像是真的很大耶 就這個牌 對啊 所以這邊 他範圍是挺強的其實 對啊 可是我相信他的這個challage 其實原本是想說 想要試著把他一些 overcut打掉 那可是其實被跟住了之後 就會變得比較麻煩 變成是說他這邊可能只有贏一些A9 或者是一些 恩 要贏什麼呢 A9 就是勾圈這種牌 變成是說他贏的牌其實也 並不是非常多 或者是說他已經完全看透對手 所以他選擇 用這個來做challage 所以我就跟你輸贏了 我不蓋了 可是 就是 因為其實現在都太深了啦 也不是說太深了 就是現在他的籌碼 如果要去冒這個風險 在沒位的狀況之下 是一個很難處理的狀況 他這裡可能是想要再一次 再一次check race嗎 我覺得應該會比較傾向於放棄 他還有屬自己的籌碼 喔 再跟嗎 喔 再跟 我看他拿了30萬的籌碼出來 他應該算一下自己還有多少 然後底池現在將近50萬 然後後手剩下22萬 喔 好恐怖啊 很難打的 我覺得Virxon好恐怖啊 就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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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精準的跟注 真的是 世界級的 這真的是 讓 就是讓自己處於到 處在一個很艱難的狀況 可是卻又沒有辦法處理 對 對 我是覺得我如果把自己 打到這樣子一個勁敵 我是 轉牌 無論如何是摳不動的 而且 我覺得這張死 對Virxon是算是 超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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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牌 繼續轉牌 繼續 繼續在合牌check 他還能不能再偷 他這邊開不了牌啦 有可能會偷欸我覺得 有可能會偷欸我覺得 這把 底池已經有48萬了 他可能會 all in喔 底池有48萬 果然是選到all in 因為他這麼兇 可是這張 可是這張牌其實很難 但 其實 Virxon 我覺得他選擇跟住這個轉牌 我覺得這個 這個合牌 他應該是會抓了 但是更難啦 就是 自己給自己出的題 然後 是 沒有錯 可是這張死 對Virxon 真的是超級好的牌 因為 很難找到一張 比這張死更好的牌 我覺得這是一個 非常好抓 偷機 唯一的 一個機會 在這麼艱難的狀況之下 然後 來了一個最好的一張牌 Virxon 他是 連眼鏡都換掉了 他之前還需要去隱藏自己的一個表情 他這裡是直接是 就是 思考吧 對手這裡 其實只有一些超隊的範圍 他也是UTG的加助 而且 而且重點是 我覺得難 就是難在於 因為他在 他跟住了一個check race 所以其實他手上 可能有很大的牌 會 會 會是在利昂手上 哇 哇 抓了抓了 哇太厲害了 真的太厲害了 哇 五哥真的是 帥哥 這把真的是 哇 這把真的是太強了 出來看上帝 真的太厲害了 這個 這個 這個抓真的是 強行用一手 很弱的牌去打出了一個 max value 而且是被動max value 因為 Riverr這張死真的太爛了啦 這張死對於 他這個投機的範圍 真的太爛了